考虑到官游子陈怡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就几乎毁灭了台湾 蒋介石在第二任台湾主官的选择问题上其实是费了心思的 他最终选择的魏道明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极为稀缺的文化人 魏道明江西九江人出身于巨富之家书香门第 一路归归举举读书然后留学法国获得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魏道明在国民政府的司法部行政院立法院以及外交部等部门辗转任职 作为技术官僚魏道明一路洁身自豪 虽然官途走得不算特别顺利起伏不定 但魏道明从不结党营私以谋求官位 他本身就家境豪富遭抗之妻郑玉秀更是女中豪杰 并且他的家境同样豪富 郑玉秀作为同盟会早期的大姐大 很早就参与各种革命活动 参与了多次对满清官员的暗杀行动 满清父王后 郑玉秀气武从文也去了巴黎大学留学 与魏道明做了同学 同样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 郑玉秀先后担任律师、法官、立法委员、教育部次长等职务 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就魏道明这样的家庭背景 对于贪腐这种下缩的事情 当然没有丝毫的兴趣 可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股清流 1947年5月 魏道明抵达台湾 开启了他的台湾省主席职务 整体来说 魏道明的治理策略 就是承认台湾人的普遍素养高于内地 以台湾人治理台湾 尽可能地与台湾本地人达成和解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取消戒严 停止清乡行动 恢复社会秩序 第二件事 魏道明大量吸纳了台湾本地精英 担任省政府要职 省政府13名委员 有7名台湾本地人 包括杜聪明和林贤堂 这样的台湾本土名流 省政府各组成部门 也大量邀请台湾本地人 担任部门主官 比如邀请徐敬忠 担任农林处长 王明宁任警务处长 李连春任粮食局长 颜春辉任卫生处长 这些职务全都是实权职务 这些人也掌握了实权 并没有丝毫的弄虚作假 第三件事 魏道明大幅弱化了专卖制度 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取消 引发天苑人物的商品专卖制度 只不过按照魏道明的专卖规则 对于烟酒等专卖商品 一手批发商需要向专卖区付款 获得批发资格而已 商品生产 流通和零售环节 台湾省政府都不再参与 这种版本的专卖 就相当于政府多收了一些税而已 与适时取消专卖也相差不大了 第四件事 魏道明将陈以此前随意没收的工商企业 和种植园等经营资产 大部分都归还给了原业主 并鼓励他们扩大生产 恢复经营秩序 如此四管齐下的结果 就是台湾经济迅速就恢复了活力 在短短一年之内 台湾就成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最强盛的地区 1948年下半年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区 陷入了金元圈的漩涡之中 物价狂飙 民不聊生 魏道明此时竭力抵抗国民政府的乱命 极力维持新台币的信用 全力查进金元圈这样的垃圾货币 流入台湾 扰乱市场 因此 虽然此时的台湾也出现了货币通胀现象 但因为生产秩序还能维持 老百姓也还能维持温饱 这样的举措 在官场其实已经十分犯计 更麻烦的是 此时的台湾已经兴起了强大的独立思潮 台湾的本土经营们 此时已经清晰地意识到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模式过于落后 必将给台湾带来深重的灾难 因此他们有意趁着蒋介石战败的机会 争取美国的同意 获得独立的国家地位 独立派的代表人物 包括廖文奎 廖文艺兄弟 邱永汉等等 而对于这样的独立运动 魏道明并没有查尽 也没有抓过一个人 他居然是在报刊电台等场合 亲自下场 与独立派人士展开辩论 这种辩论 当然是反过来 推动了独立思潮的扩张 一世之间 台湾独立的言论 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思想 并在美国朝野之间 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南京国民政府治理台湾 属于以野蛮而林文明 成为了美国朝野的共识 然而魏道明这一系列的开明举措 事实上就已经触犯了蒋介石的底线 作为封疆大力 管理此时国民党统治区 唯一的成熟工业区台湾 居然敢于抵抗南京的金元券改革 并且放任独立思潮的扩大 这绝对不可容忍 更致命的是 此时蒋介石正在极力争取美国的军援 本来美国政府就看不上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认为蒋介石与民主政权 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此一分钱的军援 都不想再提供给他 而台湾独立派 在美国朝野获得的广泛同情 可以说给了蒋介石最后一击 拿不到军援的蒋介石 此时已经到了必须考虑退路的阶段 他其实也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虽然大 但他其实无路可逃 只能选择四面环海 并且产业基础已经非常完备的台湾 基于这样的原因 1948年12月 魏道明只能黯然去职 由蒋介石的新副爱将陈诚 接任台湾省主席 此时的蒋介石 甚至都不想再看到这个人 他将魏道明 视为他拿不到美国军援的罪魁祸首 于是去之后的魏道明 只能和妻子黯然离开中国 在国外长期定居 一直到1953年 蒋介石终于意识到 不可能以残暴的手段治理台湾 台湾的工业文明 超过了他的军阀政权 整整一个时代 以强力打压台湾人民 只会摧毁文明 并进而导致台湾本地人的激烈反抗 从而丧失统治根基 丢掉着最后的立足之地 要在台湾长期的治理下去 就必须要与台湾本地人和解 到这个时候 魏道明才得以回到台湾 以平民的身份生活 1959年之后 魏道明终于再次得到重用 他进入外交部 先后担任驻外大使和外交部长职务 1978年 魏道明在台北病逝 享年78岁 承认差距 尊重台湾的工业文明 与台湾本地人和解 是魏道明留给国民党的 最大的一笔政治财富 他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间 从1947年5月到1948年12月 时间很短 前后只有一年半 但他是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台湾站稳脚跟的最大功臣 没有之一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1948年底 来看台湾的第三任主官陈诚 陈诚上任之后 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插进独立派运动 大量抓捕独立人士 于是台湾独立派迅速转为地下活动 到1951年 廖氏兄弟更进一步 他们联合台湾其他独立派人士 组建了台湾民主独立党 大部分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台湾精英人物 要么加入了该党 要么与该党保持密切联络 民主独立党日常只干一件事 竭尽所能地破坏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民主独立党算是台湾第一个正式的反对党 甚至在严格意义上 它也可以被视为民主进步党 也就是民进党的前身 第二 陈诚开始疯狂地发行新台币 购买各种物资 运送到国共内战前线 支持蒋介石的军队 于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内 台湾的物价暴涨40多倍 整个金融系统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坍塌 台湾人民随即抛弃了新台币 回归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 全社会的经济秩序遭遇了无法愈合的重创 按陈诚这样的搞法 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 根本就不可能存续下去 这已经算是要让台湾跟国民政府一起殉葬了 局势的改变发生在1949年4月 此时南京已经被中共解放军占领 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仓促间逃到了广州 在两广地区和西南地区进行绝望的抵抗 国共内战的结果 至此已经确定 绝无可能翻盘 5月份蒋介石视察台湾 并正式下达了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的决策 从此之后 台湾也不再需要承担向大陆输送资源的重任 反过来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军民开始呈批字的涌入台湾 到1950年中台湾海峡被封锁的时候 约有200万大陆人逃到了台湾 其中的大陆军人数量约60万 而到了这个时刻 大陆已经不再需要台湾输血 反过来稳定台湾的局面就变成了陈诚的头等药物 陈诚于是开始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进行货币改革以尽可能的恢复经济秩序 第二件事推动土地改革以争取台湾底层农民的支持 第三件事开放地方自治 各县市长均由选举产生 以吸纳台湾本土精英加入政府 尽量缓和外省人与本土精英之间的矛盾 现在我来逐一讲述这三件事 1949年6月 陈诚开始发行第二套新台币 规定就台币与新台币的兑换比例为4万兑亿元 按这种兑换比例 基本上意味着就台币已经变成了废纸 兑不对换其实都没有意义了 此前台湾老百姓 如果手里没有持有实物资产 而是相信国民政府的信用 因此大量持有货币资产的 在此过程中就相当于倾家荡产 当然了 此时的陈诚 有了每天都渡海而来的国军部队作为支持 也有了压制民众的底气 可以强制老百姓啃下苦果 接受兑换 更关键的是 陈诚编造了一个谎言 所谓国民政府偷运了400万两黄金 和价值300万两黄金的白银 及外汇到台湾 作为新台币发行的信用支持 因此新台币的含金量特别高 这种谎言其实根本就不值一搏 国民政府无论是在南京 还是在重庆时期 管理风格都是简单粗暴 不具备任何现代财税管理能力 实现大规模的黄金储备 需要系统性的黄金零彩收购 归籍 容炼提纯 铸币 以及集中储存的能力 就当时的国民政府 地方上的农税一毛钱都收不到 就连来以生存的关税和商品流转税 都要打包委托给当地的黑社会团体 才能勉强收取 怎么可能具备大规模的黄金储备能力 不过当时的台湾人与大陆隔膜已久 对国民政府严重缺乏了解 在宣传机器的日夜轰炸之下 居然也就相信了这个谎言 新台币的信用 居然就这么连哄带骗的建立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 很多年之后 这个谎言又传回了大陆 成为蒋介石掏空大陆财水根底的又一桩罪证 第二件事就是台湾版的土改 毫无疑问 这就是国民政府试图模仿大陆的土改模式 通过向最底层的老百姓分配土地 实现对于老百姓的底层动员 此时的台湾 约六成的农地控制在少部分地主手中 这些地主也都是各大宗族的代表 也就是台湾的县乡 以及全是最大的本地人 他们的土地当然都租给了电农耕作 租金大约是按收成的50%至60收取 全台湾真正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大约拥有两成土地 最后的两成掌握在台湾政府手中 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总督府 以及从通日的大地主手里没收回来的 陈诚一开始的想法 是争取电农群体的支持 至于地主阶层的利益 就牺牲掉好了 1949年4月底 陈诚推出了三七五减租令 也就是地主阶层只能按照收成的37.5%收取地租 这个命令执行得很差 引发了各种明理案例的反抗 这么多年下来 电农们按照50%多的比例交租 生活也算还能维持 关键支出在于 所谓的电农与地主之间 其实大多是同一宗族的亲属 血缘与邻里关系相互渗透 多年以来电农与地主其实是相互扶持的关系 电农群体只需要安心种地就好 地主收了租还要负责进行基础水利工程的维护 现在你沉诚不问青红皂白照搬共产党的经验 强行宣布减租简直就是东施小品 根本就讨不到好 租减下来容易 灌溉水利的维护 由谁负责呢 然而对于此时的国民政府来说 收买人心 进行底层动员 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 不然的话 他们在台湾可以说是诸实不顺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所谓资深官僚 陆陆续续都来了台湾 但是他们面对此时已经高度发达的台湾社会 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具备治理的经验和能力 我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此时的台湾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建设 水电路网都铺设到了乡村一级 即便是农村地区 也是家家通公路 户户通水电 义务教育普及到了最底层的农民家庭 村村都有诊所 乡乡都有医院 农民的收成 在田间地头就有商家收购 并且给的都是市价 从无墙买墙卖这一说 要治理这样的成熟社会 需要极强的公共管理能力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从蒋介石往下的每一个人 统统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简租的路子走不通 蒋介石和陈诚已经是焦头烂额 如果在台湾继续照搬大陆 简单粗暴的治理模式 只能是天下大乱 再来一次二二八暴乱 陈诚在此刻通下决心 实行县市以下自治 将民生领域的治理权 交给本地人 1950年4月 陈诚签发台湾省各县市 实施地方自治纲要 规定建议相继以下的行政主观 由台湾人民自行选举产生 主要负责市政设施 医疗教育等民生事务 当然了 公共安全 警务 宣传等敏感权力 依然被蒋介石牢牢地抓在手里 这种不彻底的地方 民生自治 并不可能真的拉拢多少台湾的本土精英 最麻烦的事情在于 此时涌入台湾的200多万外省人 都要吃饭 都要工作 而台湾原本只有700来万人 它只是一座岛而已 没有腹地 它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的能力 十分有限 这就意味着 这200多万外省人 必然会与台湾本地人 产生激烈的生存冲突 1950至1960年代 台湾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失业问题 尤其是外省人的失业问题 这批外省人里面 跟蒋介石政府的官僚们 沾亲带过的也还好 即使是文盲 也被强行安插到了各种基层政府机构 日常就是失位素参 乱发指令 让民选出来的地方主官 焦头烂额 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内斗 最惨的是渡海而来的平民百姓 没有任何官僚亲戚的那些 毫无生计可言 于是只能男的做苦力 女的做妓女 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 挣扎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只能横下心来加入黑社会 台湾绝大部分的黑帮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猪联邦 四海帮 北联邦和松联邦 都形成于1950年代初期 并且创始人 基本上都是渡海而来的穷苦外省人 这些黑帮为了生存 逐步掌控了台湾的娱乐业 货运业和建筑业 这种掌控一直存续至今 并且我前面已经讲述过了 在大陆时期 国民党政权就有着强烈的黑帮特征 现在到了台湾 建立黑帮的外省人 也都被国民党当成是自己人 国民党政府因此放纵了黑帮势力的滋生 两者之间很快就达成了深度的合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黑帮势力帮助蒋介石 在暗中对付台湾的本土精英 渗透进各种地下的反抗组织 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 民主独立党活跃到1960年代初期 就被蒋介石连根拔起 功劳最大的就是黑帮 也就是说 面对台湾本土精英的压力 国民党政权再次建立起了 它最熟悉的黑帮政治模式 一直到今是今日 它都没有洗清身上的黑帮气质 当然 它也不愿意去洗清 到了1951年6月 台湾的局势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了 国民党官员在所有的机构里安插私人 破坏社会运行规则 民选的地方主观因此骂声一片 减租也实施不下去 城乡各处更是黑社会横行 蒋介石原本还指望共产党参与到朝鲜战争 跟美国正面对抗之后 美国政府会打进中国本土 蒋介石可以跟在屁股后面捡便宜 重返大陆 结果到了这个时候 朝鲜五次战役打完 中美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局面 并且还开启了停战谈判 蒋介石自此死了回大陆的心 认真的治理台湾 稳定台湾的秩序 就成为蒋介石唯一的选择 而要达到目的 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改变 他必须从自己的口袋里套出真金白银 才能实现对于底层民众的动员 建立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 蒋介石迅速就下定了决心 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土改 工地放龄 国民党政府将自己手上的农地 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农民 售价一般按照该服农地年产值的两倍半来计算 这种价格在当时仅仅只相当于市价的五分之一左右 可以说非常公道了 考虑到很多农民手里缺乏现金 国民党政府允许农民分十年偿付 从1951年到1976年 国民党政府分9批卖出了13.9万公顷的农地 共有28.6万户农民得益 这些农户就算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第一批基本盘 当然 仅仅依靠20多万农户的支持 依然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统治 1953年1月 在陈诚的推动之下 蒋介石签发了 实施耕者有七天条例 条例规定 政府将会征收地主的土地 然后按照工地放领的低价卖给农民 到1953年底 政府合计征收了13.9万公顷的农地 卖给了19.5万户的农民 这些农民当然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盘 至于征收价款的给付 国民党政府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陈诚并没有使用凭空印钱的方式去付这笔征收款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在金融券事件之后 总算是有了起码的金融常识 意识到凭空印钱必然引发大通胀 这笔价款的七成 是国民党政府印制的十年期债权 每年偿付等额的本息 另外的三成 则折抵台湾四大公营事业公司的股票 也就是台湾水泥 台湾纸业 台湾工矿和台湾农林这四大公司的股票 无论地主们乐意还是不乐意 陈诚拿着枪来跟地主们谈判 他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然后 地主们就无奈的发现 他们事实上就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绑上了同一条船 他们手里拿着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 并且还只有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 台湾发展的不好 他们自己的利益也要受连累 于是 他们只能被迫采取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通过向农户大规模的释放利益 并与地主们进行利益捆绑 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就实现了对台湾农村的总动员 接下来 台湾就进入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稳定期 依靠土改带来的基本盘势力 国民党政府可以和台湾城市里的本土精英势力进行有效对抗 注意 陈诚自1949年5月19日发布戒严令 台湾自此进入了戒严时代 除了宵禁之外 陈诚还同时剥夺了老百姓聚会 结舍和出版的自由 原本这道戒严令的实施遭遇到了全台湾人民的激烈对抗 违反戒严令的事件层出不穷 但是在土改之后 戒严令就得到了认真观彻 同时 依靠黑社会势力在暗中的渗透 国民党政府也总是能及时发现民间反抗势力的串联 将这些反抗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另一方面 因为红色中国主动参与朝鲜战争的关系 美国方面也修正了对于台湾的态度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所有的国家都按照民主和专制这两种类型战队 原本美国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台湾 将它当成腐朽的专制政权 根本就不配与美国为伍 但是红色中国参与朝鲜战争 跟美国打了一场恶战 并因此遭遇美国人的全面经济封锁 此时的美国开始意识到 继续扶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将台湾作为所助中共势力的桥头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美国人开始大力扶持台湾的经济 从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 美国对台湾的投资规模达到41亿美元 军费援助和经济援助大概各占一半 经济援助也主要是投向台湾的重工业体系 同时美国还派出了2000多名技术专家 协助台湾进行产业升级 在此期间 台湾在此前的轻工业基础上 建立起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全都完备起来 长期困扰台湾的失业问题 到1965年之后 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到了这个时刻 国民党政府终于有了余霞 可以干预老百姓的家庭生活了 考虑到台湾岛完全没有腹地 就业空间的增量有限 1964年 国民党政府启动家庭计划 推广优生忧郁的观念 以减少新生儿童 不过在当时 这种计划并没有什么作用 1965年 台湾的总人口1270万人 到1970年 增加到1475万 新增的205万人口 全都是生出来的 国民党1953年完成土改 一直到1970年 蒋介石的统治都算稳固 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波折 有了被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体 作为基本盘 蒋介石的政令 可以下达到最基层 在美国的大地支持下 台湾的经济发展石头 十分迅猛 在黑帮的配合之下 老百姓的反抗运动 也能被及时扼杀 在此期间 蒋介石遇到的唯一一次大麻烦 就是雷震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的主编雷震 连续批评蒋介石独裁 并宣布要组建中国民主党 引发岛内震动 1960年10月 蒋介石逮捕了雷震 以间谍罪判处他十年有期徒刑 对于独裁者来说 给他讨厌的政治犯 按上一个间谍的罪名 还真的是好用 然而 历史的规律一定会发生作用 我反反复复地说过 极权体制与工业文明 有着不可融合的矛盾 两者最多只能并存一代人 从1945年到1970年 国民党以简单粗暴的 极权体制治理台湾 已经满了25年时间 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虽然他想了很多办法 改良治理模式 与台湾本土精英和解 以尽可能的延续这种极权体制 但是 根本性的矛盾必然会爆发 在这25年里 新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 无论是本省人 还是外省人的后代 都将成为专制体制的敌人 于是 1970年之后 台湾的民主运动 就进入了连续爆发的状态 最先爆发的 就是1971年的保调事件 最先爆发的 感谢观看